哼哼哼哩 我好妖孽 吃饭一剑 谢小子你敢打人 这这这穿弓长老 本能反应 是本能反应啊 大人救我 清儿 这小女鬼偷摸着进了藏经楼 鬼鬼祟祟干坏事 竟有此事 清儿真是不懂事 是小子教养无方 还好有长老看着才没犯下大错 我特意来 主要是为了你的小女鬼 年轻时 我曾偶然获得这本无字经 好像是鬼修炼的功法 只有阴间的人才能感悟 见到你的小女鬼 不由得想让她试试 鬼才能修炼的无字经 世上灵体倒是不少 但能和人交流的几乎没有 我也很好奇 这小女鬼能成长到每一种地步 好了好了 人老了 太睡 你先走了 这什么鬼修功法 还真是无字经啊 一个字都没有 清儿也看不见上面有字呀 总之清儿你先收着吧 收不准需要什么机缘啥的 急不来 看了几天这青红盾 我隐隐有些感觉 入门就在这几天了 清儿看不懂 清儿太没用了 慢慢来吧 不着急 清儿知道了 我们找宗主瞧瞧 说不定她能为你解惑 好呀好呀 宗主姐姐说毛可舒服了 还真是无字经 我也看不出其中玄机奥妙 月儿姐姐竟然也看不透 那清儿就真学不会了 鬼修记载本来就少 清儿能得到功法 已经是莫大机缘了 顺其自然就好 不要心急 嗯 这就来了吗 以防万一 谢宴 你还是先把这小家伙 藏起来吧 哦 好的 玄机马上要带人来了 大长老 许久不见 有没有想我呀 别贫嘴了 都入座吧 玉姐姐 到底什么事啊 他来了 你自然就知道了 神神秘秘的 到底是谁呀 平道谢过于长老 改变新来这边 于玄机和白素元 他俩怎么搞到一起去了 不对啊 白素元怎么跑毛轻松来了 极乐观白素元 按照约定 今日登门叨扰了 今日我冒险轻身前来 就是想求个确切的答案 玉宗主 你想好了吗 谢宴还不知道前因后果 你从头说说吧 此事要从我极乐观 前任大长老 刘青梅说起 多年前 刘青梅和荡红尘 争夺灌主之位失败 随后离开了山门 不知去向 荡红尘攻打魔情宗 损失惨重 我好不容易稳定住了局势 准备关闭山门 勒令弟子修生养戏 刘青梅却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她自称 接到了宗门球员 特地赶回来主持大局 并且表现出了 极强的想要上位的欲望 论子排辈 她是荡红尘的师姐 再说到武学修为 我也不是她的对手 她若是想要当冠主 我根本没有理由反对 不过 我带领极乐观 渡过了最困难的境地 观内所有弟子 都幸福于我 也是因为这一点 柳青梅十分忌惮我 就算我主动投诚 她也只是利用我 稳固军心 一旦她上位 我就是她立威的绊脚石 她一定会置我于死地 我此番是为了自保而来 也是为了防极乐观 误入歧途而来 请求魔情宗出手助我 诛杀柳青梅 先不提你哪来的脸面 自从极乐观 攻打魔情宗开始 我们两家 就已经结下了仇怨 天底下 岂有帮仇家的道理 柳青梅对魔情宗 恶意深重 为了收拢人心 她一直在灌内宣扬 会继续针对魔情宗 准备报仇雪恨 只要诸位保我杀她 即可将一场战事 消灭于无形 而我会尽全力 化解两派的仇怨 和魔情宗缔结盟约 守望相助 这种双赢的买卖 何乐而不为呢 你对魔情宗放心 咱们对你可放不了心啊 极乐观与魔情宗 是仇敌关系 我们根本没有信任的基础 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没有怎么确保 你当了灌主之后 不会反悔呢 谢燕说得不错 除了口头承诺 其他保障都没有 这可不是好情况 我倒是想许诺千金万银 但我自己也是自身难保 下保证 除了打肿脸充胖子 引起诸位反感以外 毫无用处 倒不如坦坦荡荡 真心相待 白溯源 说得再好听也没用 我这里有一枚玄英石骨丹 服下后 每七日必须吃下一枚解药 否则 便会穿肠烂肚而往 这解药只有我能配置 你只要肯吃下这枚毒丹 我就相信你说的话 玉宗主 这也是你的意思吗 我吃 等等 我觉得此事不大妥当 大长老这毒药太过凶猛 七日必服一次解药 万一中间出现什么变故 拿不到解药 那不就惨了 那你说怎么办 白管主不妨听听我的手段 但说无妨 只要我办得到 我一定照办 我们宗主曾经有过一次奇遇 获得了一门叫做 极乐往生的旁门功法 这门武功一旦修炼 低等级的人 会完全受制于高等级的人 一旦有反叛之心 高级功法可以让低级功法自爆 其威力甚至可以诈死 比自己高三个小境界的高手 白管主也可以借此和柳青梅同归于尽 魔情宗经此一遭也可以放下两派之间的仇怨 那么极乐观就真的安全了 白管主 意下如何呀 我 我可以同意 这样都能同意 但我总不能把天魔极乐功传出来吧 哎呀 宗主姐姐啊 有手段就赶紧施展出来吧 我快编不下去了 行了 谢燕 别吓唬白管主了 他刚才说的这些话 只是对白管主的考验 什么 白管主如此舍身忘急 我想大家应该都认同你了 考验虽然通过 但是该有的协制还是要有 宗主姐姐终于反应过来了 此河内有魔情宗密传的盘吃蛊虫 雌熊成对 扶下雄虫后会受制于雌虫持有者 不会取你性命 但若生反叛之心 照样会让你生不如死 若不用同归于尽 我 哈哈哈哈 你们极乐怪的人 还真能面无表情吞着玩意儿啊 如此一来 你们能够放心了吗 我放心了 白苏元你还真是果敢决断 好了 谈正事吧 苏元 你打算让我们怎么帮你杀柳青梅 你考虑过如果为杀柳青梅失败的后果吗 我们倒是无所谓 你恐怕就不妙了 放心 柳青梅必死无疑 我已为柳青梅选好了坟地 不是极乐怪 而是 大通城的血衣楼分布 大通拍卖行 各位应该都去过 大通拍卖行的拍卖场 全部都是用优质的寒铁矿注救 唯一的出入口关上后 便是先天高手要强行打破 都要花上至少半主香的时间 有这空档 足够我们一拥而上 将柳青梅围杀了 大通城的那位血衣楼同龄 与我是老相识了 只要我能找个机会 将柳青梅隐于此地 她便会配合所上唯一的出路 只要我们提前埋伏在内 那便是瓮中捉鞭 不错 那就按你的计划来吧 不过我这里还有个棘手的问题 我此次离开极乐观多日 恐怕已经引起了柳青梅的一些怀疑 之后想再联系这边 哪怕是用飞鹰传输 也不太保险 所以最好能有一人跟我回极乐观 方便接下来的沟通 沟通方面确实是个问题 我去千万别炫火呀 极乐观的破地吸不到原点 风险又大 我是真的不想去啊 谢燕 你去怎么样 敢不成命 我让谢燕跟你回极乐观 你注意帮她隐藏好身份 不要暴露了 放心吧 宗主 这枚脸席配你戴在身上 这是上任宗主 也是我师父传下来的 能收敛气息 只要不是当面撞见 一般的先天高手 都很难发现你 多谢宗主姐姐赐宝 我还是留在罐外以作外援 待时机成熟再说 你也就是不信我 罢了 毕竟你现在是大汉五美五公子之一的魔狱公子 招牌功法也是花间剑制 说不得会露出破绽 不如留在外面保持联系 万一我有重要情报又不能脱身 会派遣心腹之恩来联系你 但是为了避免是千面公子的伪装 所以得约定个旁人猜不到的暗号 对了 千面公子既然号称千面 莫非谁都能伪装 千面公子每次更换身份 不仅仅是面容 就连功法也会一并更换 一开始 大家还以为他是天赋神通 真的精通了那么多门武学 渐渐地 就有传闻指出 他是掌握了一门十分奇特的功法 无相绝 传闻此功能在瞬息之间复制他人的武学 并且威力并不会弱于原版多少 十分奇特 幸亏 千面公子不过是后天九重 想要模仿先天 还是力有未待 复制 这不就跟那什么写什么眼一样吗 有机会我一定要搞到这个功法 这样 以后就能玩套娃了 我教你个暗号吧 碰面先念 达拉崩巴 班德贝迪 比多比鲁翁 这样就不会被冒充了 好生绕口的暗号 白溯源果然找摩清宗搬了救兵 而且来者是 母玉公子谢宴吗 虽然不敢再靠近 以免进入先天高手的警觉范围 但我血一楼自有秘法 可远亏人口语 暗号我已记下 那就万无一失了 请不吝点赞 Furach 即使勿vard 我